你是不是在耍我 徐若萱 小V寶都騰出了樣下 完全不理黃紫嬌現場笑翻 徐若萱一個人帶著兒子 從新加坡返台 為了宣傳新書 讓兒子出場幫自己站台 會自我拚全是因為老公 李雲峰的航運公司 抱財務危機欠債55億 走走走走 我們想走我們想走 走走走走 好朋友舒淇連夜跑來慰問 抱起兜騰唱兒歌 只可惜小帥哥不買單 舒淇臉書留言 人生路就是刺激又頻繁 最重要就是相信相福相知相惜 一群姐妹套日前也相約吃飯 幫她打氣 徐若萱則在臉書回應 從小到大 我靠自己的腳踏實地 過著每一天撐起一個家 婚前婚後都沒有改變過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做貴太太 幸福不是僅一玉石 而是遇到認真的好老公 我們將繼續勇敢的面對生活 開心唱歌 即便老公的公司現行一年內還四十三億 平均一個月得還四億 但徐若萱還是強打精神 宣傳新書 好友黃此交也打氣 相信鋼鐵V一定可以撐過這個難關 記者黃玉文王群赫推報道